二字體的圖形是這樣 他問你說,填入了225個數字的總和是多少 那25的話顯然是15乘以15,這樣總共方格有225個 所以它是1到15,這邊會1到15,總共會有這麼多個數 那這麼多個數的話,你看這裡是12,123,1234,1234 所以這裡會1到15,意思一樣 那我們要問說,這個數字總和要怎麼算呢? 其實你發現1是1個,那2有3個 那這邊就是1是1個,2有3個,3有5個 那這邊4就有7個,一次類推 那你會發現呢,這個總和要怎麼算 總和就是1有1個,就是1乘以1 那再加上2的,2有3個,就是2乘以3個 那加上3的有5個,就是3乘以5 加上4有7個,就是4乘以7一次 最後是15個,有15 15的有幾個呢?就是有1357 一直到15個的話,當然就是2乘以15-1 就是29個 那你要把它寫成sigma來做,就會比較規律來看 Sigma的話,這裡會分成兩個數列 一個是1234一直到15,那就是k嘛 k從123一直變,k等於1一直變到最後15 所以第一個數列這邊是k 那第二個數列是13579到29 那它是一個激素的數列,其實你很知道 2k-1剛好用1代進去就是1 用2代進去就是3,3代進去就5 所以2k-1應該同學不陌生 如果你不會的話也可以,這個等差數列13579 首相是1,公差是2 第2,第k項就是首相1加上k-1乘上公差2 這樣一層出來也是2k-1 所以這裡就2k-1 那要算這個,最後到15 那這個總共多少呢,就把它乘開 乘開就變成2k平方-k 分配進去,然後用公式 這個码k平方就是6分之 n乘以n加1乘以2n加1 然後減掉,減掉 這個码k就是2分之n乘以n加1 那n用代15 那算算最後的答案就是2360 好,謝謝你們